什么炒的什么菜 这个什么 小炒肉 然后先把辣椒先炒了一下对吧 对吧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 很高兴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今天新来一位师傅应聘私菜 做的湖南小炒肉 他的工资要价是15000 那么他的水平到底如何呢 咱们拭目以待 刚才师傅先把辣椒炒到断绳出锅了 然后往锅里面加了一点油 然后搞了一把蒜末在里面 给它煸炒出香味了 他把锅拉起来了 然后他把准备好的五花肉搞里头了 哦不对这个不是五花肉啊 然后师傅用勺子不停的给它煸炒 炒到断绳炒出香味 然后师傅往里面加了一些生抽酱油 这个生抽加的比较多啊 然后又往里面加了一点点香醋 紧接着师傅又往里面搞了一点点美极鲜酱油 然后师傅转身又搞了一点生姜末在里面 给它煸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均匀上色以后呢 他把之前炒好的辣椒也搞里头了 然后他一直保持中小火 用它并不是特别娴熟的翻锅手法 一直给它不停的翻炒 整个过程呢 我没有加任何快径和滤径的效果啊 视频的时间也是师傅炒这个菜的时间 出来的成品也是他最后的卖项 麻烦大家看一下应聘15000的大厨 他的水平到底如何 刚才就在刚才 他往里面搞了一些老抽酱油 我想呢应该是给小炒肉增加一些红亮的颜色 看起来更加有食欲 吃着才更下饭 然后他往里面加了半勺鸡精 增加鲜味 然后又搞了半勺白糖在里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锅底非常的干 没有多余的油 也没有多余的水分啊 师傅还说了 这道菜必须要做到干香有味才好吃 刚才师傅用手抓了一根辣椒 尝一下味道没问题以后 它出锅了 大家看看一下 确实非常的干香有味啊 虽然操作手法不是特别娴熟 但是看起来卖相还是不错的 那么问题来了 应聘师傅要求的工资16000 能不能答应呢 如果是你会给他订多少工资比较合适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给出您最中肯的评价 走菜 来走菜